亲生父母来接我时 我正在喂猪 他们看上去很有钱的样子 我问了他们三个问题 做你们的女儿 你们会供我读书吗 我爸妈将我养大 你们会给他们感谢费吗 如果我以后跟你们女儿发生矛盾 你们会站在我这边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 我毫不犹豫地跟他们走 爱不爱我的无所谓 主要它们能让我在更好的学校读书 毕竟父爱母爱可以被分走 只有自己脑子里的知识 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姐妹们好看的大女主爽文来了 点赞评论加关注 让大数据给你推荐更多好看的小说 下面证文开始 在我刚出生没多久时 我妈从雪地里将半死不活的我捡回去 取名周雪 从小我便知道 我不是爸妈亲生的孩子 爸妈环抱过紧 留了DNA和联系方式 所以亲生父母找来 我一点也不意外 之所以12年后才报警找我 是因为亲妈并不知道 她养的孩子不是亲生的 一个月前 亲妈带女儿黎音体检 发现黎音血型不对 做了亲子鉴定 发现孩子可能是报错了 亲妈立刻报警 这才通过我爸妈当店报警的记录 匹配了DNA找到山里来了 但我养母与亲妈毫无交集 也没生过女儿 黎音不是我养母的孩子 亲爸当即表示 女儿找回来就好了 至于黎音 不知道父母是谁 既然养了12年 就继续养着吧 从大山到大别墅 我的内心是十分震撼的 一进门 黎音穿着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漂亮公主裙 抱着一个半旧的布娃娃递给我 姐姐 对不起 多怪我霸占了你的身份十多年 请你不要怪我 这个布娃娃是我最喜欢的 送给你 希望你喜欢 见我不说话 黎音大哭 呜呜 爸爸 姐姐都不接我的娃娃 姐姐是不是不喜欢音音 想赶音音走啊 我爸赶紧将委屈巴巴的黎音 搂进怀里安慰 音音 不许你这么想 你永远是爸爸 手心里的宝贝 没有谁能赶你走的 我分明看见 黎音没有一滴泪 还朝我得意的扬起下巴 黎音一哭 我妈也心疼了 她将半旧的布娃娃塞到我手中 小雪 你看黎音妹妹多喜欢你 还送你礼物 你怎么能将妹妹惹哭呢 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她喜欢装哭 我管不着 我将布娃娃塞回她手中 还有 请问 我住哪里 对于养人明显的偏心 我内心毫无波澜 毕竟大家并不熟 况且 我内心不也偏心我养父养母吗 若不是养父摔断的腿 需要大笔钱来医治 我弟弟读书需要钱 我也不会这么干脆 跟有钱的亲生父母走 我走了 没法分担家里的火了 养母又要更加辛苦了 我带的行李 只有两件就体恤 一条改过裤脚的牛仔裤 实在寒酸 与这金币辉煌的别墅格格不入 我妈健壮 又哭红了眼睛 林茵赶忙去自己房间 抱了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公主裙给我 姐姐 这些裙子都是妈妈给我买的 只穿过一两次 你没有裙子穿 都送给你吧 如果这些你不喜欢的话 我房间有一帽间 还有很多 你可以随便挑选哦 我妈欣慰地夸道 茵茵真乖 我单单笑了笑 从袋子里取出其中 稍微好一点的一件体恤 递到她面前 这个体恤是邻居姐姐送给我的 我也只穿过一两次 现在送给妹妹穿吧 或者这两件 你随便挑选哦 要不我身上这件脱下来给你也行 李茵嘴巴一鸣 眼眶通红 朝我妈哭诉道 妈妈 我只是想送姐姐裙子 姐姐怎么能这么侮辱我呢 姐姐是不是不喜欢我 李茵一哭 我妈又心疼了 小雪啊 你这穿过的就衣服 怎么能 说到一半 她忽然顿住 是啊 李茵穿过的就衣服送给我 她就夸 为什么我穿过的就衣服送给李茵 就是侮辱李茵呢 为了表示母爱 她决定带我去商场购买新衣服 当然 为了张显 就算家里多了一个亲生女儿 她不会偏心 所以将李茵一也带上了 我们家从商 家底丰厚 李茵从小便锦衣玉食 但长在山里的我从来不知道 一件衣服 一条裙子 居然可以卖这么贵 我随便看了一眼 一件普普通通的体恤 居然要上千块 要知道 我辛辛苦苦养猪 一年下来 一头猪也就只能卖个几千块 而李茵身上的那条裙子 更是将近一万块 小雪 你有没有看上的呀 你看上哪件 都可以是 喜欢的话 妈妈都给你买 李茵挽着我妈的手道 对呀 姐姐 你在山里那么穷 都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吧 你快来选吧 最后 我换了一家便宜的店 选了几套相对便宜的体恤和牛仔裤 也是大几百一件 我心都在低血 我将小票拿在手里 算了好一会儿 将我和李茵花费的差价算了出来 她比我多花了三万多 我的天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 我得喂多久的猪啊 妈 你说你不会偏心对吗 对呀 你和音音 都是妈妈的宝贝女儿 妈妈都一视同仁 那买衣服的总价也应该相同对吗 我妈一夜 满脸疑惑看着我 那她比我多花的钱 你赚给我 这样才算公平 对吗 久日开学 我妈找了关系 将我送进了李茵所在的学校上初二 与李茵同班 一进教室 我就发现 同学们看我的眼光很奇怪 可见 几个胆子大的同学就问我 李雪 听说你以前很穷 在大山沟里生活 还养猪 对吗 大家都竖起耳朵 有好奇的 有鄙夷的 还有坐坐的扇着鼻子 嘴里说着 难怪有蛊猪臭味的 而李茵过来挽着我的手 请你道 你们可别欺负我姐姐哦 虽然我姐姐以前养猪 家里也穷 穿的衣服 都是捡别人不要的 但是她现在住在我家 我妈妈花很多钱 给姐姐买衣服 姐姐洗干净了 为什么要住在你家 对啊 茵茵 为什么你叫她姐姐 她是你家资助的贫困生呢 为什么她要花你妈妈的钱 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我看着一脸得意的李茵 大声说道 谢谢大家对我这么关心 我以前的确生活在大山里 家里穷 所以养猪赚钱 我们山里还可以捉山鸡 捉笋子虫来坐风车 捉龙虾 还可以烤红薯 我烤的红薯可香了 而我之所以会生活在大山 是因为我和李茵抱错了 现在李茵的妈妈 是我的亲生妈妈 李茵的爸爸妈妈 不知道是谁 我妈妈觉得养了李茵十几年 只能继续养 所以我和李茵是 一父一母的亲姐妹 李茵也暂时还会住在我家 所以请你们不要对李茵有偏见哦 周围一阵寂静 慢慢的 有人小声讨论 原来李茵霸占了 人家李雪的妈妈 还害得李雪在山里吃苦 李雪好可怜哦 被别人抢了妈妈 还吃了那么多苦 就是就是 李茵真的好不要脸哦 对了李雪 你可以跟我们讲讲 那个什么虫 真的可以坐风车吗 烤红薯是什么呀 山里的鸡 跟我们吃的鸡 有什么不一样吗 大城市里的孩子 都是生活在象牙塔里的 我将的那些 很是吸引他们 我被好几个同学 缠着讲山里的趣事 直到上课领响了 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座位 李茵键没有抹黑我 反而让我跟好几个同学 成为朋友 还让他丢了面子 此时正恶狠狠地瞪着我 一副要思维我的模样 我对他是否恨我 根本不感兴趣 我的成绩虽然在县里是第一 但在市里的学校比起来 根本没眼看 我十分珍惜着 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争分夺秒的学习 如饥似渴地吸取着知识的养分 我明白一个道理 知识改变命运 尤其是对于大山里的孩子 读书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 父爱母爱可以被分走 只有自己脑子里的知识 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但是 总有老鼠使来坏我事 放学后 没看见早上送我的司机 不猜 应该是理应故意让司机带他先走了 我花了好长时间 公交转不行 才找到家里 刚进门 一支茶杯便朝我飞来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怒骂 你还好意思回来 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第一天放学就出去也 还敢在学校欺负一音 我没你这样的女儿 声音来自我那个便宜爸 而黎音 则在他怀里哭红了眼 我妈则在一旁不赞同地看着我 我绕过破碎的茶杯 将手机上的导航关闭 爸 妈 今天司机叔叔可能把我忘记了 接了黎音就走了 麻烦你们跟司机叔叔说一下 以后放学 记得等我上车哦 不然我又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 还要不行两公里才能回来 我的反应 让爸妈有些疑惑 小雪 你说司机没等你 可音音说是 呜 爸爸 妈妈 黎音立刻大哭打断 姐姐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音音就不该在这个家里 音音还是走吧 免得姐姐不喜欢音音 音音去山里喂猪 黎音一哭 爸妈又心疼坏了 宝贝女儿 妈妈最疼你了 妈妈不会让你走的 我妈赶忙去哄 我爸狠狠拍了桌子 身上有猪臭味 还是乞丐 爸占你的妈妈 花你妈妈的钱 我都没有哭 我还向同学们解释了 我们是一父一母的亲姐妹 特意拜托同学们 不要因为你不是我爸妈亲生的 就对你有偏见 你为什么要哭呀 两人一正 看向黎音 见黎音目光躲闪 我爸怒道 你还狡辩 音音这么乖 怎么可能这样说 你为什么要跟别人说音音 不是我们亲生的 你不知道 这样会伤害音音的自尊心吗 你怎么小小年纪这么恶毒 相比亲妈的霍西尼 这个亲生的爸一直不喜欢我 我一开始就知道 但那又怎样 我也不喜欢他 我更喜欢我山里的爸爸 哦 那下回有人问 我就说黎音是爸爸你的亲生女儿 我是喂猪的 爸 这样你满意吗 你 我说的真的很真诚 说完 我便上楼写作业 今天上课的内容 我还有很多没有掌握的地方 我要好好复盘 还要预习明天的内容 安慰好了黎音 我妈上楼来 拉着我的手 很是语重心长 小雪 音音被我们教养长大 受不了委屈 看在妈妈的面子上 以后让黎音音好不好 我答得从善如流 嗯好的 我知道爸妈更喜欢黎音 不喜欢我 也知道黎音怕我抢走爸妈 诬陷我 重伤我 想赶我走 这都是因为她爱爸爸妈妈 我因为做家务长了茧的手心 在她手上磨了磨 我一定记得 爸妈都是黎音的爸妈 我只是个山里喂猪的 我不能得罪她 一定让了她 不然惹爸妈生气了 我又要被赶回山里去喂猪了 我妈浑身一僵 小雪 妈妈不是这个意思 妈 还有事吗 我要写作业了 我拿起笔 继续作题 或许是我妈感到愧疚 就说了黎音一顿 没一会儿 黎音便上楼来 闯进我房间 撕破脸皮 指着我骂 周雪 你不过是个穷逼 臭喂猪的 你要是识相 就自己走吧 不然 我一定会把你赶出去的 我才是爸妈唯一的女儿 以后家里的财产 都是我一个人的 爸妈不会喜欢你的 你还不知道吧 为了安抚我的情绪 爸妈没给我的零花钱 都比你多 他们只爱我一个 我听到了关键词 零花钱比我多 他们给你多少零花钱 黎音十分得意 每周给我两千 我捏了捏手机 微信上 是我妈给我打的 一周的零花钱 五百块 我原本觉得 五百一周已经是天价了 原来 黎音的零花钱 是我的四倍 而且还是为了安抚黎音 悄悄给的 偏心可以 偏钱我不能忍 于是 我在第二周收零花钱时 奇怪道题 妈妈 你给我的 还是五百啊 黎音说她都是两千的 我还以为 妈妈会公平的给样的呢 我妈尴尬一笑 小雪 妈妈只是怕你第一次 拿那么多零花钱 你会乱花钱吗 说完 连同上周少给了一千五 全部不挤了我 我冲我妈笑道 谢谢妈妈 我还以为 妈妈只喜欢黎音 不喜欢我 所以才偏心呢 原来不是呀 我妈连连保证 她对我们两个 都是一视同仁的 我只淡淡笑笑 在他们心里 黎音从小娇生惯养 多花点钱是应该的 而我穷惯了 五百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大笔钱了 两千 我是不配的 我拼了命的学习 考试的名次 一次比一次进步 而黎音拼了命的做妖 想争夺父母的宠爱 想将我赶走 她那个智商 除了哭 半柔弱 就没有第二招了 又猜也玩不过我 我只把她当小丑 我应该徜徉在 知识的海洋里 而不是跟个 角柔造作的的人 斗智斗勇 直到高一那年 她触碰了我的逆鳞 伤害了我最在乎的家人 这几年 我省吃俭用 将省下来的生活费 都交给我弟 让她帮我给山里 没法上学的女孩子们 交学费 山里的女孩子们 待遇好点的 都只能读到小学 要上初中 只能去县里上 费用太高 大多数家庭 都是养不起的 所以 我让我弟将学费 亲自交到女孩们 考上的学校 确保女孩们能够读书 那天 我弟来学校看我 给我送了养母 给我买的衣服 以及女孩们 托我弟带来的信 恰好被黎音看见 他朝我弟一阵冷嘲热讽 嘲笑他 穿着普通的衣服 一副穷酸样 嘲笑他想攀高枝 像乞丐一样 我将他狠狠骂了一顿 安慰弟弟 他永远都是我的亲弟弟 养父前几年 在镇上打工摔断了腿 因是私人的火 没法赔钱 他的腿就这么瘫着 只用了些消炎的药 医生说 如果不治疗 养父会彻底瘫痪 但做手术需要十几万 对于我们这个贫穷的家庭来说 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就在这个时候 我亲生父母找上门来 当年离开养父母家时 爸妈给了他们十万块 加上我从我妈内抠的买衣服的差价 我传的零花钱 一共六万 全部打给了养母 一部分是给养父治腿 一部分给弟弟读书 好在手术很成功 休养了半年 养父便去打工赚钱了 多了个劳动力 家里日子一下子好过很多 去年 我弟考上了市里的初中 就在我们学校附近 他们一家便搬来了市里租房 养父在工地打工 养母在餐厅做服务员 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我也终于能偶尔与他们聚聚 弟弟偶尔来学校看他我 我之前答应了 要将我之前的笔记借给我弟 这天放学我去找他时 到了约定的时间 却不见他人影 我拿出手机拍视频 告诉他我所在的位置 却听见旁边巷子里 传来痛苦的惨叫声 现在放学已久 附近基本没什么人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那条巷子 贴在墙壁上 先将手机镜头伸出去录视频探一探 这一看 将我吓个半死 视频中 一群混混模样的人 正在殴打一个男孩 其中一个正是黎英 而那男孩背对着我 虽然看不见脸 但我直觉 那就是我弟弟 住手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来 你们放开他 我立刻拨打了110和120 然后大声嚇住 却不敢上前 我一个人 不是他们一群人的对手 更何况 黎英手中还有武器 听到报警 一群小混混撒腿就跑 黎英见识我 丝毫不怕 见黎英落单 我冲上前去 一把踢开他手中的钢管 将他踢倒在地 我骑在他身上 将他扇得头昏眼花 啊啊啊啊 黎雪 你竟然敢打我 黎英两只爪子拼命乱抓 将我的脖子抓出了血 我吃痛 被他推开 此时 警笛声有远即近 黎英终究是怂了 赶紧溜走 小语 急 弟弟身子微微抽搐 小脸肿的老高 嘴角带血 努力地扯出一个微笑 我心如刀割 却不敢动他 怕对他造成二次伤害 我恨不得要黎英死 毫不怀疑 是上次他见到小语来找我 知道小语的身份 所以特意找了混混来收拾小语 目的 就是为了向我示威 很快 周语被救护车带走 养父养母也匆匆赶往了医院 医院里 养父养母哭红了眼 他们那撑起整个家的脊背 似乎都弯了 爸 妈 对不起 都是我连累了小语 我内疚的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 我不敢想象 如果小语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两人以后该怎么活 养父是内敛的人 他红着眼眶 拍了拍我的肩膀 老头表示不怪我 养母拉着我的手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在 我弟没有生命危险 但伤得也不轻 身上和脸上有多处伤 手臂被钢管打的骨折 需要回家休养三个月 我来到警察局协助调查 一见面 我爸就狠狠扇了我一耳光 你这个贱东西 怎么敢打我的宝贝女儿 你怎么这么恶毒 看着躲在我爸身后哭哭啼啼 脸上却扬着得意的笑的离音 我二话不说 反手两个耳光扇他脸上 他打我一巴掌 我还他的宝贝女儿两巴掌 很公平 看清楚 你这个宝贝女儿才恶毒 她是杀人犯 离音又搅柔造作委屈地哭 我爸怒火朝天 冲过来还想打我 被警察拦住 呵斥了一顿 我妈看向我的眼神很是冰冷 小雪 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妹妹呢 你看 都把你妹妹打哭了 快向音音道歉 我看向她 冷冷道 道歉 她这种装强做事 自私恶毒的杀人犯 不该打吗 离音扑进我爸怀里 又开始哭 呜呜 爸爸妈妈 我不是杀人犯 刚才露口供我也说了 是那男的欺负我 我才还手的 姐姐还不分青红皂白 就帮着外人来打我 还报警抓我 音音才是受害者 呜呜 离音一哭 爸爸又心疼得不行 所以 会哭就是有理对吗 你看 音音都说了 是那男的欺负她 她是正当防卫 那个男的活该被打 你个白眼狼 竟然帮着外人打你妹妹 正当防卫 不得不说 离音骄纵惯了 站着那条巷子没有监控 也没有目击证人 谎话真的随口就来 而我那亲生的爸妈 只要是从离音嘴里说出来的 他们都无条件相信 我掏出手机 警察叔叔 我拍到了离音行凶全过程 这里面 有离音的罪证 我亲眼所见 离音是想杀了周宇 离音显然没想到我有证据 他尖叫一声 像疯了似的朝我扑过来 想抢我手中的手机 但警察不是吃素的 意图毁灭证据 撞啊 我踢到一旁的钢管 上面也验出离音的指纹 警察根据视频 很快就将其余几个小混混抓来 警察一致指认 是收了离音的钱 去教训一个叫周宇的学生 但他们只是踢了周宇 用武器打人的是离音 主使也是离音 事情水落石出 离音大骂那几个小混混 骂完又冲我爸妈哭哭啼啼 说是周宇欺负她 她才找人教训她的 我妈当即表示 要调查到底 追究周宇的责任 她对离音所说的 周宇欺负离音 深信不疑 我爸恶狠狠地咒骂我 那模样 仿佛是她的仇人 案子还没有定性 离音被保释回家 只是爸妈对我都很失望 他们一个破口大骂 一个眼神冰冷 养不熟的白眼狼 恶毒的贱人 音音是你的妹妹 你为什么要派她打人的证据 那个周宇不过是个外人 打就打了 不是他们来额钱 赔点钱就是了 你怎么能帮着外人 害自己妹妹呢 面对他们的指责 我只觉得恶心 反胃 一家子三观不正 我很庆幸 我没有在这样的家庭长大 离音还继续拱火 爸爸妈妈 你们别生姐姐的气了 姐姐毕竟是在周嫁长大的 她肯定也不是故意向着周嫁 不是故意跟你们做对的 一听这话 我妈更生气了 这几年 我跟她关系始终冷淡淡的 加上离音被地理离间 她对我也不如刚开始那样亲近 甚至还会故意 在我面前偏向离音 以为能拿捏我 让我难受 但在我眼里 能轻易被外人挑拨的 所谓母爱 一文不值 她那种作态 不仅不会让我难受 反而让我觉得恶心 我看向眼的正欢的离音 装枪做事 挑拨离间的把戏 玩了几年 玩不够吗 十多岁的人了 整天说这种智障的话 到底你是智障 还是你以为听你话的人都是智障 我又看向面露愤怒的爸妈 今天她能将人打进医院 明天就能杀人 你们要继续作用这么个玩意儿 我没意见 但不要到我面前来恶心我 是啊 我是恶毒的贱人 你们的宝贝女儿大家都 善良得很 我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毕竟我是别人家养大的嘛 你们偏心别人的女儿 我偏心别人的爸妈 有什么问题吗 至少养大我的爸妈 从来不会用贱人 恶毒这样的字眼来骂我 说完 我独自上楼 离楼下的一家三口 越来越远 最终调查结果 我弟根本没有搭理过离音 更别提什么欺负离音 反而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离音屡屡挑衅 侮辱我弟 但我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我弟的伤 鉴定为轻伤 可笑吧 伤得那么重 但因为没有断胳膊断腿 没有残疾 只能是轻伤 爸妈专门咨询了律师 离音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导致轻伤 最高可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当然 三年是最高 如果得到受害者谅解书 积极认错 有可能判几个月缓刑 拘役 管制 甚至可以做不起诉处理 也就是说 哪怕证据确凿 离音照样可以逍遥法外 而我爸妈的宠爱以及金钱 就是他逍遥法外的底气 我弟已经出院 回到了他们租住的老房子里 为了得到谅解书 我爸让我去找养父母拿谅解书 我没有同意 他们便买了些水果和营养品 带着离音 律尊降贵的来到养父母家 离音急不情愿的说了句对不起 我爸便将一打钱 和谅解书拍在镯上 这是十万块钱 足够你们打一年的工了 欠也到了 钱也赔了 你们就把这谅解书签了吧 以后别来讹我们 那高高在上的模样 让我看得都想扇他 如果不是小妈 我正在房间里 给我递补习他 这几天落下的功课 不过他的阻止冲了出来 我将桌上的谅解书撕了个粉碎 妈 我不是说了吗 不能签 离音犯了故意伤害罪 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养母眼眶通红 养父手中握着拳头 咬着腮帮子 隐忍不发 小时候 村里的孩子们说我是捡来的野种 养父能当场抄起扁单 杀到那些小孩家里 让他们挨得来向我道歉 不然就拿扁当揍人 可如今 自己的儿子受了那么重的伤 还被人这样侮辱 他都忍着不吭声 我知道 他们忍让 都是为了我 他们不想让我因为他们的原因 在父母家难处 离音又委屈巴巴的哭 姐姐 我都道歉了呀 你为什么还不让他们原谅我 呜 难道你真的只在乎你的养父母 不在乎爸爸妈妈吗 我爸更是火冒三丈 养起手就想打我 却被我养父死死扣住了手腕 养父怒吼 你敢打小雪 我打断你的腿 养尊处优的人 力气自然没有养父的力气大 又被养父的气势吓倒 只能善善收回 要打我的手 他打不到我 只能满嘴喷喷地骂我 果然是个白眼狼 胳膊肘往外拐的东西 我妈对我也很失望 小雪 你姓黎 不姓周 你怎么能像个外人呢 难道你真的这么狠心 想让你妹妹坐牢吗 音音都已经道歉了 我们也愿意赔钱 他们儿子不也没事吗 小雪 你就让他们把谅姐说签了吧 我看着是非不分的两人 冷笑道道歉 她的道歉谁稀罕 伤害了别人 光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法律做什么 是不是我将黎音捅几刀 不痛不养地道个歉 她也必须乖乖原谅 我妈气急大吼 李雪 你真是让我失望 音音说的对 不是在我跟前长大的 果然恶毒 我反唇相机 幸好我没在你跟前长大 不然被养得跟黎音一样会杀人了 养母见我们越吵越凶 赶忙拉住我 我爸气急败坏 我没你这么恶毒的女儿 有种别回来 狠话放完 带着假哭的黎音 和对我失望至极的妈 绝尘而去 我跟家里吵架 养母十分内疚 一个劲劝我赶紧回去 不要跟父母生分了 养父不赞同 回去干什么 回去挨打吗 你没看到 若不是我拦着 那巴掌都要落到小雪脸上了 要我说 别回去了 爸多打两份工 又不是养不起你 养母哭道 我的小雪呀 你受委屈了 我拉着她粗糙的手说道 爸 妈 你们放心 他们不敢打我的 记得 不要千量解书 这个公道 我一定讨回 回到别墅 我爸一如既往的 对我恶语相向 我妈也开始 对我冷暴力 她故意在我面前 对黎音嘘寒问暖 还特意给她 买名牌包押金 黎音拿着名牌包向我炫耀 你看吧 爸爸妈妈最疼的还是我 你在爸妈眼里 不过是个恶毒的贱人 我 你喉咙肠子装反了吗 满嘴喷粪 你 你居然敢骂我 我将手中 没有啃完的苹果心 塞进她嘴里 我不光敢骂你 我还请你吃水果 毕竟 过几天 你就要进监狱了 监狱里可没这么好的水果给你吃 黎音气得哇哇乱叫 又跑去告状 最后 我们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她也学着我爸的话 骂我恶毒 要故意让黎音去坐牢 我骂她是非不分 脑子进水 三观不正 她气得扬起手 想打我 我把脸往她面前一声 来呀 来打呀 你敢打我一巴掌 我就打你的宝贝黎一使巴掌 她终究是没敢下手 只崩溃大哭 这样的女儿 我冷冷道 是 你的宝贝音音 在牢里肯定更加乖巧听话 我们这次吵架 算是彻底撕破了脸 在家里 一家三口都将我当隐形人 连饭都不会叫我吃 我妈直接放话 要停了我的生活费 除非我让养父母签两解书 只要签了两解书 我还是她的乖女儿 她以为 这样能拿捏住我 我本以为 李音进监狱是板上钉钉的 但没过多久 她却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还以为多有骨气呢 不过是一群穷逼 见到钱 跟狗见到屎一样 哈哈哈哈 我就说嘛 我是爸妈最疼爱的女儿 她们是不会让我去坐牢的 什么意思 李音嘲笑 你还不知道吧 你那穷逼养父 拿我爸妈的钱 签了两解书了 穷鬼就是穷鬼 签了两解书 我赶忙赶到养父母家 询问是怎么回事 我这才知道 养母工作的餐馆 和养父打工的工地 都找了借口 将他们辞退了 没了工作 我弟又要养伤 伤好后还要继续读书 大城市物价又高 房租 水电 每天的开销 都是钱 她们不得不低头 不用猜 肯定是李家人干的 小雪 没关系的 她们也赔了一大笔钱给我呢 其他几家人也赔了钱 足够小雨的医药费了 就算她们不给我们钱 我们也打算签量解书的 养母往我手里 塞了一叠厚厚的钞票 说道 小雪 听说她们不给你生活费 还不让你吃饭了 这钱你拿着 以后回家来吃 八主你喜欢吃的 我红了眼 养父养母不想 我跟李家闹得太厉害 李家又拿我来逼他们 所以她们才愿意千量解书 因为家属原谅 加上李家的超能力 李因这个施暴者 没有受到丝毫惩罚 简直天道不公 甚至为了给李一押金 李家夫妇又给她 买了好几个名牌包 一大堆名牌衣服 一家人还专门出去旅游了一圈 事已至此 我无法再用这件事 继续揪着她 但我也不会轻易放过 从我回李家这几年 我心中一直有个疑虑 刚出生的我 为什么会出现在李李家 好几百公里的山里 又是谁将李因抱给我妈养的 当年找到我时 她们为什么不追究到底 明明知道李因不是亲生的 为什么不为她寻找亲生父母 仅仅是对从小养到大的李因有感情 想继续养着吗 既然李因跟我妈DNA不匹配 肯定不是我妈亲生的 那问题会不会出在我爸呢 毕竟她从一开始就没有喜欢过我 反而无条件宠着李因 我心中 李因有了个猜测 为了印证我的猜测 我找机会跟李因吵了一架 揪了她的头发 忍着恶心将我爸吐到垃圾桶里的檀 用卫生纸包好 送去做DNA检测 很快 我拿到了检测报告 李因果然是我爸的亲生女儿 就是不知道 我妈是否知道她放在手心宠的李因 是小三的女儿 李因知道她是我爸的亲生女儿吗 李因的亲妈又是谁 当年 是谁将我和李因调换的 于是 我不动声色 开始慢慢调查 高中的课业很重 我还要分时间去给我弟补习 我只能翘刻去跟踪她 所以几乎没有进展 所以 我将注意力放到李因身上 我们同在本事最好的高中 我是考进去的 读着尖子班 她是花钱进去的 超能力让她给我同班 她每天打扮得像个小公主 一身名牌 很是高调 每天不是炫耀名牌包 就是炫耀名牌首饰 至于成绩 她从来都嗤之以鼻 按照她的话说 就是家里有钱 等高中毕业 就去国外上大学 回来继承家里的家业 读书 那是穷逼才干的事 我就是那个认真读书的穷逼 我每天除了埋头苦读 也有意无意地盯着她 这一查 还真让我发现了问题 她性格张扬 除了拉邦杰派欺负同学 早恋 去酒吧 蹦迪之外 还偷偷见了一个女人 只一眼 我便知道 她是李因的生母 因为他们长得真的太像了 每一块 我爸的车便出现在我视野中 很显然 她是特意来接母女二人的 也就是说 李因一直都知道真相 所以她才有恃无恐 而李因只比我小几个月 也就是说 李因是我爸在我妈孕期 出轨怀孕生下的 一个婚生女 一个私生女 最后 私生女成了这儿八斤的婚生女 而我 则出现在了几百公里外的雪山里 这其中 要说我爸和那个女人 跟这件事毫无关系 我是不信的 花了一个月时间 我便查清楚了小三的信息 拿到了我爸出轨的证据 小三是我爸的初恋情人 当年我爸作为一个野鸡大学的毕业生 千辛万苦进入影视集团 靠着老师和一副好皮囊 入了影视千金 也就是我妈的眼 成了上门女婿 进而成为影视集团如今的掌权人 外公外婆去世的早 但影视集团大部分股权 都在我妈手里 所以 我爸不敢跟我妈离婚 这些年 他作为影视集团的掌权人 也不知道拖了多少钱给小三花 我认真思索了很久 决定暂时不告发他 毕竟 父母婚姻破裂 对我来说无弊 但也没有力 这么大的把柄 我必须利益最大化 我将所有的证据摆在他面前 他脸色铁青 混账 你敢查你老子 我坐在他面前 翘着二郎腿 泰然自若 爸 如果我把证据给我妈 你猜会发生什么事 他轻轻抱起 怒吼道 你到底想怎样 我指着小三的照片道 好像 你给小三买的房子 是值五六百万了 我要求也不高 照着这个标准 给我也来一套就是了 爸你也知道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 你宝贝女儿 也整天骂我穷逼呢 我这个穷逼呢 就这么庸俗 哦 折现也行 好 老子买 他咬牙切齿 我继续说道 哦 对了 你也知道 托你宝贝女儿的福 我现在没有生活费了 既然都是女儿 你总不能偏心吧 从小到大 花费在李姨身上的钱 没有一千万 也有五六百万了吧 我也不多要 一口价 五百万 我保证嘴巴严严实实 伴随着一声暴怒的滚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五百万 他一个月内给我父亲 不管他去借也好 便卖东西也罢 我只要五百万 现金 最后 他勉强凑了五百万现金给我 房子的钱就无法凑到 最后收服了小三 将房子抵押贷款 凑了五百万 一共一千万 现金 我不接受任何转账 否则 万一他耍什么花招被追回 我就得不偿失了 从那开始 在家里 哪怕李姨一如既往的找我麻烦 我爸都不敢再呵斥我 只或稀泥 但我知道 吃了那么大的亏 就算他想放过我 莫名背了五百万贷款的小三 也不会同意的 如果我没猜错 他们会想办法 侵吞影视集团搞钱 我爸的态度 让李姨感受到了危机 他气无法再煽动 我爸收拾我 所以 他转而全力撞夺我麻 我往养父母家跑的次数越多 他对我态度越冷淡 他越冷淡 我越往养父母家跑 既然他那么喜欢小三的女儿 就让他去宠吧 转眼进入高三冲刺阶段 我每天都泡在书堆里 拼命刷体 而李姨 则凭着美貌与超能力 在网上立了个人 美心善的白富美人设 做起了小网红 这原本与我毫不相干 但与我关系要好的同学告诉我 我才知道 有人在网上造我摇 随后还有知道真相的正义之事 贴出了照片 还有图有真相 照片是打了马的不雅合照 但在马赛克下 我的脸依然清晰可变 在有心人的可以引导下 我的信息被人扒了出来 一时间 网络上便掀起了 破天盖地对我的网报 都是骂我不检点 不要脸之类的 甚至报了的短信里面 还很多无言会语 要毁掉一个女生 造黄瑶无疑是最直接 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网络就是这么可笑 大家不需要任何证据 也不需要任何理由 只要能引起话题 给他们找乐子 他们就能将你祖宗三代 都挖出来谩骂 就连我妈 都怀疑我没有回家那些日子 是在外面乱来了 她还好心警告我 不要乱来 不然影响到黎英的名声 可笑 每次我去养父母家 都知会了她的 此时此刻 陷入自证 才是最愚蠢的 我静观其变 让子弹先飞 黎英搞这么大一出 光是拉财我就太低级了 我猜她一定会借着流量牟利 果然 网报进入白热化时 黎英这朵青春小花白富美 便站出来为我辩解 虽然我姐姐经常不回家 但我相信 她不会做出卖身体这种事情的 请大家不要骂我姐姐 虽然我姐姐从小在山里长大 很缺钱 但是她回来后 我爸妈每个月都要给她很多钱的 她是不会做出卖自己这种事情的 请大家看在我的面子上 不要误会我姐姐 我已经劝过我姐姐了 她会改正的 希望大家放过我姐姐吧 一时间 黎英踩着我的头火便全网 有了我的下见 才更称得黎英青春可人 我真的很无语 只有不到一百天就要高考了 非要来招惹我 浪费我时间收拾她吗 我花了些钱 将放出照片的ID查出来 确定与黎英ID一致 然后黑了黎英的账号 将黎英打伤周语的证据 与个人男朋友去酒店的照片 她手机里的大尺度合照 用小号自导自演造黄瑶的证据 用她本人的号发出 原本她在得意洋洋的享受着 网友们的赞美和追捧 带她重新登上账号 一席之间 她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她发了风式的删除记录 但网友们的截图和录屏 已经火遍了网路 我没有去看网上是怎么骂的 但我知道 肯定骂得特别脏 以贞结去攻击一个女生 是很可耻的 但对方是黎英 我做得问心无愧 这就叫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我正在房间里刷题 黎英一脚踢开我的房门 向我扑来 扯着嗓门尖叫 黎雪你个贱人 是你对不对 是你故意害我 你毁了我 我打死你 我只觉得可笑 这么多年了 她对自己的实力 真的没有一丁点的自知之明吗 我一脚将她踢开 黎英 你要发疯滚远点发去 我妈听到动静 赶紧来将黎英扶起来 抱在怀中 怒斥我道 黎雪 你发什么疯 呜呜 妈 黎雪她在网上陷害我 现在网上全在骂我 呜 我没脸见人了 我妈接过黎英的手机一看 顿时火冒三丈 那么多肮脏的字眼 落在她的宝贝女儿头上 将她气得失去了理智 她甚至不问一句 便已经相信黎英所说 是我陷害的她 她当即扬起手 朝我脸上打来 你怎么这么恶毒 黎英这么单纯 你怎么能这样抹黑她 我一把抓住她打下来的手 用力甩开 冷冷到 所以 我被网爆时 你不需要任何证据 便定了我的罪 只关心我会影响到黎英 现在黎英被爆出丑闻 你也不需要任何证据 便确定是我做的了吗 她的权威被挑衅 更是怒火中烧 不是你还是谁 除了你还有谁这么恶毒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我冷笑 恶毒 妈 我是你生的 这叫做一脉相承 为了避免接下来的风波波及到我 同时想安心备考 我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 搬去了我养父母家 临走前 我给了我妈一个大大的牛皮带 里面满满的都是小三一家三口的亲密照 以及我爸侵占公司的证据 据说 影视集团闹翻了天 我妈将小三的女儿 当成亲生女儿 疼爱了将近18年 就算亲生女儿接回来 还是偏心小三的女儿 甚至还为了小三的女儿 将亲生女儿赶出了家门 闹了天大的笑话 影视集团已经完全被我爸掌控 几乎快换信离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争权夺利 我妈保住了影视 成功将我爸踢了出去 虽然离了婚 但也付出了极重的代价 这段时间 我在养父母家专心复习 甚至还养胖了一些 高考也发挥得不错 成绩出来后 我的分数超一本线50多分 全国名校争着要我 而我则报的是首都的大学 一切尘埃落定 再次见到我妈 她憔悴了很多 好像比三个多月前 老了十几二十岁 我养父母默默退了出去 将空间让给了我们 小雪 对不起 妈以前 对不起 我躲开她想抓我的手 淡淡道 你还记得 当年你来接我时 我问的第三个问题吗 当时你是怎么答应的 我妈一正 当年我问过她的 如果我和她的女儿 发生矛盾 她会站在我这边吗 她说会的 我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可是 从回到李家 到我们渐行渐远 到最后那枚打下来的 那巴掌 到我们决裂 她从来没有 站在我这边过 妈 人心不是一天就痒了的 看吧 我的选择是对的 母爱都靠不住 只有自己脑子里的知识 才靠得住 她失魂落魄地走了 她将公色股份 卖了大部分 给我打了一笔巨款 或许 她认为 当初 她不给我生活费 能拿捏住我 现在给我大笔钱 就能获得我的原谅 我不拒绝 但也不说谢谢 待她老了 需要人养老了 我也会给她养老 我已经满18岁了 当初那一千万 我给我养母盘了一家小店 让他们做点小生意 还给他们买了两套小房子房 一套给他们住 一套用来收租 保障我弟的学费和生活费 以后还可以作为我弟的婚房 他们接受了房子搬了进去 但始终不愿意写他们的名字 硬是写成了我的名字 我自己也留了一套房 但也租出去了 自己一个人住很孤单 我很乐于赖在养父母家当 一个快乐的米虫 留够了我大学几年的学费 我将剩余的钱 捐到山里修建学校 暑假 我跟我弟一起回了那座 我长大的大山 我捐赠新建的学校已经落成 我惊讶地发现 学校竟然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 我直接数博连读 我弟也追着我的步伐 一步一步考到了首都顶尖的大学 还为我带来了 李音和他爸的消息 当年李音的名声已经臭了 又失去了影视集团千金的名头 连高考都没有参加 对小三亲妈和亲爸十分不满 整天在家发脾气 要买奢侈品 要买名牌包 要整容重新来过 要花上百万处去留学 但小三身上还背着五百万的贷款 他爸虽然分了不少钱 但他跟小三又没有领证 他为什么要为小三 还那么大笔巨额贷款呢 去找一个更年轻 更漂亮的 继续过着富足的生活 不香吗 但李音可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主 他在16岁时都敢用钢管打人 在18岁时就敢用刀子杀人 他为了钱 与他爸两败俱伤 一个成了瘫痪 一个进了监狱 16岁没有坐的牢 终是在18岁时坐了进去 不过这些都跟我无关了 养父母 哦不对 是我爸妈也跟着我们 搬到了首都 他们说我和弟弟在哪里 哪里就是他们的家 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我心里 爱在哪里 哪里才是我的家 在我结婚时 我爸妈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这么多年来 我给他们的每一笔钱 他们都仔细地存着 还添了不少 说是给我的嫁妆 婚礼当天 我也邀请了亲马 但是他没有来 只给我送了份厚礼 其实 我在人群中 见到了他躲躲藏藏的身影的 后来 我和我弟都留在了首都工作 我们趁那闲暇时间 带着孩子一起做公益 也偶尔会回到当初的那座山 去听那些孩子们的读书声 我们忠实 靠着知识 真正地走出了大山 也希望 我们能带着更多的孩子们 走出大山